Pinko原本是在室內設計公司工作 三年前受朋友佩妮麗妖一起創業 同時經營YouTube頻道小宅實驗 Pinko主長設計 工程和會計 佩妮就一手包辦商案洽談 腳本撰寫 拍攝和影片書簡 很多很Guo Show片 他們可能會抓到就是 創作者想要表現什麼樣的東西 可是我很堅持 畢竟我們是室內設計公司出身 我還是很希望 每一個觀眾他們在看影片的同時 他們是可以知道 這樣是最好理解這個空間的 Penny的啟蒙老師 其實是百萬YouTuber愛麗莎莎 對影片節奏的講究 深深影響Penny 當初也是愛麗莎莎 助一臂之力 打開小宅實驗知名度 大家如果喜歡我這個家的話 就是也可以去找他們 幫你們做 日內設計 當時莎莎買了房子 然後她有跟我說 她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然後因為我很清楚 知道她有多強大 她當時其實是台灣 老實說前三名的女YouTuber 然後她都超心聲淡淡 保證一個禮拜內破100萬 後來的結果就是 負那個萬 然後這個是一個可以讓小宅 就是被迅速看到的一個 最好的甜蜜點 Penny和Pinco也直言 現在所有客源 全部都是來自頻道粉絲 工作室也和其他設計師合作 將計案量與品質 掌握在最理想狀態 哈囉 我們是小宅實驗 我們在PBBS 當掌聲響起